12月6號 又是星期日 又是訪問時間 其實不是訪問的 變了 就是 大家好 變了是一個 就是 好 給大家看一看 哎 是不是在Zoom近了 看到沒有 可以了 看一看可以了 縮回去 你說一說什麼意思 是 你先拍照 這個叫做報告書 這個是上個月18號 美國國務院的一個報告書 叫做Elements of China Challenge 這個報告書裡面 簡單來說 它本身是很豐富的 就是 七十幾頁的 七十幾頁 這個叫做中國挑戰的要素 長達七十二頁的研究報告 就要做好十項準備 中國十項準備 中國十項準備 這樣 那 我不如就反過來 由最近的 講你先 最近就是 五項 五項 什麼 就是 剛剛公佈了 有五項交流計劃 中美交流計劃 要停止 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話題 什麼話題 海外公司問責法 早兩天通過了 參眾兩院一致通過了一條法例 叫做海外公司問責法 這樣影響多大呢 影響多大 大家就 未知 是不是 未聽我說未知 竟然沒有留意 但是大家有沒有留意 港交所升了多少呢 星期五 是不是 昨天還是前天 前天應該是 我 就特地去看看 港交所 升了一天 裡面升3% 升到差不多40元 五月的時候 它是25元 就是升了四成 一日 就是這麼短時間 為什麼就無緣無故 這麼多隻 股市是升了少少的 是不是 還是兩萬五千左右 大家 不認識都大約知道 這個股市 香港多穩陣 每個都這麼穩陣 升下跌下 中資是沒有怎麼升的 但是為什麼只是港交所會 一支獨秀升了呢 就因為這條法例了 所以全世界 懂得投資的人都知道 如果 美國過了這條海外公司 問責快 那在三年之內 大約有百多間大的中國企業 本來在美國上市 就不能夠再上市了 就會走過來香港了 你想想 香港這個重要的平台 是多麼開心呢 所以就是那個 因為港交所就是一個公司 一個提供給大家交易的地方 不過是收你少少佣金 我大約的理解是這樣 它是一個提供服務的地方 所以它這間公司有些上市的 在港交所在市場上市 變成你買來的那間公司 就是它買它的業務 那它的業務當然是大好 這樣的情況 有百多間公司 是不是 走了來香港 但是問題呢 不好的地方是什麼呢 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 中國 中國呢 就會有 走了 百多間公司 不是 兩百多間公司 免得看回數字了 記得 217間 即是現在 有250間左右 就在中國上市 其中有九成呢 是不符合 即是它沒有公開到它的audit 給美國的證監機構 即是證監會 或者股市 股市市場 所以現在呢 美國通過這套法例呢 海外公司問責法 要他們問責 如果你三年裏面 不陸陸陸續續 即是其實要很快 開始 將資料交給 美國證監會 看 它認為你OK 才讓你繼續 這樣呢 就 要你走了 停牌了 停牌了 去哪裡呢 去深圳交易所 誰人買你 就是 華爾街的大機構 摩根士丹 你那些 在香港有office 做買賣的 是吧 你來香港上市就有用 你去了深圳上市 去了上海上市 有用嗎 問題就是這樣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這條法例呢 直接影響到美國公司 不是 中國公司在美國 是 紐約 政經交易所上市 而一影響 就九成 是 即是 九成 就是 是 是 沒有 沒有符合到 也都不交給 報告人家 豁免了 不知為什麼 以前是豁免的 現在就說 收回來了 等等 OK 那就三個題目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人留言說有問題 什麼 你那裏是不是自己看的 沒有 我 轉了過來 是 你是不是捨我 告訴你 有消息就是有消息 我要開翻才看到 看不到 我還是看不到 我這裡 不知為什麼 現在說 美國要選中共的美元 為會流入 那類 204人在看 OK 你說拜登拿裝 一招和你 推翻了 說這些 是嗎 我這裡看不到留言 so far 只能看到自己的樣子 我沒什麼好看 就 這個又要拿來 就是 看著資料 是 我們說 但是你剛才回應了網友提問先 什麼 拜登一下就要 怎麼樣 提醒了 你剛剛說的 各個各樣的 是 是 今天說這三個東西 重要性 大家 可以同意 可以不同意 是不是 就是究竟這些東西 是不是有延續性 是不是 對 理論上 拜登一拿拳 可以全部推翻 他 如果是 這麼容易推翻 現在 國務院做這些 做什麼呢 房秉奴做這些 做什麼呢 是不是 大家就想想這個問題 OK 其實我們已經說了很久 美國有所謂 deep stay 美國整個國策 是很多人做出來的 大家有個錯覺 因為我們中國人的政治 中國的政治 什麼都是歸老好 歸舊好 都是領導人的 所以領導人 就真的揹了鑊 有事 好好就是他揹 不好也是他揹 每個人都影響力甚大 以前也不是的 習近平特別強勢 但是美國呢 他有所謂deep stay 他的特性就是這樣 很多政策的東西 長遠的東西 我們已經說過了 就是由法例寫下的 大家 隨便舉一個例子 大家一定明白 美國放棄了台灣 台灣人是不是很害怕呢 三個聯絡公佈 是政府的事 就是當時詹密加納做的 和Rionne Reagan 一起做了三個公佈 都是對中國很滿意的 就是中國很滿意的三個公佈 承認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美國不會軍事上介入台海 就叫中國人自己解決問題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對台灣怎樣呢 台灣最緊張 而台灣最緊張之餘 推動了一件事 推動了一件事 也是美國的一些國會議員推動 就是立了台灣國人法 自從他立了這個法律 基本上台灣就安全了 他的安全是建基於這條法律 就不是哪個政府 就是如果你說1979到1982年 中美如火如荼 那個關係好之後 多久呢 40年了 換了多少次政府 就是換了多少個總統 哪有四五次 五六次 五六次 是數得到的 是 特朗利根 跟著特朗利根 到布殊 魯布殊 到克林頓 克林頓 到小布殊 小布殊 到奧巴馬 是 奧巴馬 現在就有特朗普 四年 很多個總統 說得出 所以有些實力 才可以就這樣說給你聽 換了這麼多個總統 但是對台灣的基本政策 基本 各個有些不同 但是基本沒有變 保護台灣也沒有變 因為台灣法律裡面 講明是會保護他的 是要給足夠的武力 保護他 其實他跟中美的條路根本說的 他要求是和平解決 台海 即是中國人之間的事 一個字而已 和平解決 就是說他不接受你武力統一 美國說了的 這件事 而這個關係法裡面 也有這樣的條文 會提供足夠的保護 所以 如果你只是看中國的宣傳 我們中國人的事 我們打他就打他 我們軍力強大就能動 不是 其他國家不能干預 不是 因為他已經用法例的形式 講明他去保護台灣 是 不能夠用武力的情況 去解決台灣問題 這樣他保護了 而他也真的做 當然 你說他 講講而已 打到就 打到就不會的 死美國人 那國安黨的人就這樣說 中共就這樣說 那些宣傳 那就試一下 你就打他 看看是不是真的 你這樣就打他 喂 等拜登上場打過去 有很多人說 1月3號 1月20號最好了 那三天 交接期間 兩個總統在吵架 對不對 一個不肯走 一個不肯 一個就 拿不到資料 上空 對不對 可能最混亂的時候 不顧得台灣 顧著自己裡面 可能正在變 那你就打過去 最好安排那幾天 解放台灣 你看看行不行 如果那件事 是兩個政府 三十年 四十年來 統一了的事情 你是不是可以 偷雞做到 是不是 我也想知道 是不是 是不是美金即時干預 那你就打一招 我就覺得 沒有可能 老共也知道 沒有可能 無數機會 他可以進攻台灣 但是他都不敢 是 近年更加 對不對 現在最厲害 都是找飛機 飛過去 中線 不敢飛到台灣 十二海里之外 就是陸地 因為跟國際法 他能打你 十二海里 你可以試一下他敢不敢打你 胡錫帥說 我喜歡就飛過去 整個台灣 中國國土 我的飛機當然喜歡 飛來飛去 喜歡就飛過來 什麼 不是你說事嗎 不是我 我說事的 台海都是我說事的 所以我飛過來就飛過來 那飛過來 你飛過中線 也是一聲而已 快快回去 他馬上用戰機 航著你 是不是 你就消耗他的戰機 那些飛行時間 但是你夠膽沒 一飛 飛進去十二海里 飛到去 蔡英文頭頂 蔡英總統府 低飛飛過 那他一定會害怕 投降的 你這樣就去 是不是 你可以試一下 我也想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這麼簡單 不要只看宣傳 我來看東西 我一定不可以靠誰的宣傳 或者某一些 我親特朗普 親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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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你當然是 但是你看另一邊 又不是 好像有點不同 那我的情況 我就會看它的理據 美國 決定美國的重要政策 看兩樣東西 第一 是不是法例 重要得狠 各位 第二 看它是不是一些長遠 有報告書 定低的政策 是不是一些兩個黨 都同意了的 基本政策 如果是你可以假設 分別不大 誰做總統 當然總統不做 我持權 我不做 法例要求我制裁 我不制裁 拜登上場 我不再制裁香港 那些 我們有兩條法例 所以我說 我一直這麼喜歡 整天都說 香港人權民主法 和香港自治法 這兩條法例 還有香港那些 什麼 有條的 香港 等香港那些人 可以去美國的法例 通過了 就是 有個名的 救援法 這些法例 法例 每個政府都要跟 這些法例 當然它可以不跟 但是最簡單 就是這樣 已經制裁那些 可以收回 因為根據法例的權力 這個總統已經決定制裁 起碼那14個就不動了 如果在未來這段 幾個禮拜裡面 特朗普多扔幾十個 制裁的人 都不敢動 拜登不敢動 因為你動 你不守美國法例 因為他的權力 並不是拜登 或者特朗普 喜歡去制裁人 他有條法例的依據 授權他 做了一輪研究報告之後 這樣做一個決策 這個決策 就代表美國的決策 就不是你個人的決策 所以如果他做了之後 一會兒 Jason來到 我們就會談論一下 這個 談論什麼 談論一下 黎智英事件 香港這些 又拘捕人 又坐牢 我們比較低潮 這件事 我就想到一件事 現在可以要求美國做什麼 要求特朗普做什麼 根據這個法例 制裁多一些 如果那些官 如果他不跟法例去辦事 亂判 亂禁 混了人入牢 就制裁他 根據那個人 人權民主法好 香港自治法好 你可以制裁他 我們其實是著眼這些事情 就對了 這些事情 一著眼 一制裁了 拜登上海 不敢推翻 拜登其實是很多制裁的 包括這些報告 OK 啊